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最新消息 马斯克发这个推特 说啥呢 说如果这一次总统大选 民主党又赢了 那么以后美国将会成为一党执政的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党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 往这些摇摆州里面移民 搞移民 然后呢 过几年之后 这些人会拥有选举权 那么将来美国可能就没有选举州摇摆州了 摇摆州慢慢都支持民主党了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摇摆州 那个共和党就永远不可能赢 那就是说美国未来就是一党专政 所以马克思克呢 从内心来讲 他可能也希望特朗普能赢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看这个最新消息 说这个共和党的黑力 黑力这个党内选举不是说输给特朗普了吗 然后呢 刚开始呢 还表达就是说 哎呀 也可以支持特朗普 没问题啊 但是呢 最新消息呢 黑力已经公开表达支持民主党了 不单他自己支持民主党 好像把他的很多支持者也都一起去支持这个民主党了 这个事儿我觉得对共和党应该也是个不小的伤害 因为共和党目前在美国本身就势弱 势力弱 那么你这个像黑力的话 在党内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吧 虽然有人说一个女性在共和党其实也没啥影响力 但是呢 毕竟也曾经是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 我记得是做过国务卿啊 还做过驻联合国代表啊 也算是个大人物啊 按道理来说 影响力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啊 可是呢 人家现在公开支持民主党了 你这一搞 你想想 你包括这个共和党这边啊 也比较有分量的 你看这个小布什啊 小布什这作为前总统 按道理来说的话 你这个总统选举当中 你不应该支持一些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吗 可是你发现啊 小布什根本就不出来说话 从来不支持特朗普 啊 就是这 我觉得这个立场已经非常明确了 因为他可能根本就不支持他 他是非常反对特朗普的 啊 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是共和党本身在美国的实力 现在就弱于民主党 再加上党内的这些啊 这个 豪门大户啊 他们是反对特朗普的 啊 只不过呢 特朗普目前是共和党内的第一大人气王 啊 其他人呢 又确实也竞争不过特朗普啊 没办法 只能让你特朗普出来选 但是呢 从内心里面 他们是不认可特朗普的 啊 如果照这个文法的话 那特朗普赢不了 啊 你想想 是吧 他赢不了 你本党的人都不支持你 你怎么玩 对吧 所以关于这个美国大选这个事 我觉得大家 产生这种想法 感觉特朗普是不是会输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啊 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 你包括前段时间特朗普挨枪机的时候 其实是这个概率会稍微大一些啊 因为大家不难免都会同情一下他啊 都会这个觉得这是不是民主党刺杀呀 是吧 非常卑劣无耻啊 是吧 可这个事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大家慢慢就忘了 我觉得现在特朗普如果想赢的话 必须得再来一次啊 而且这一次必须得受伤 必须得受伤 不受伤我觉得他都赢不了 啊 受伤的话都不一定会赢 但是呢 有机会 那如果不受伤的话他都赢不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做这个准备 就是特朗普很有可能会输的 而且根据马斯克的说法 如果这一次特朗普输了以后可能美国永远都是个民主党执政 啊 就跟日本一样 日本就是什么那个什么自民党嘛啊 常年执政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美国未来的一个变局啊 一个制度上的变化 社会归于这个这个运转上的一个变化 啊 你至于说民主党上才对我们有利没利肯定是不利的 啊 特朗普跟民主党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华这一点上人家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啊 只不过呢 就是怎么反华在操作手法上双方不同 啊 像拜登这帮狗逼呢 是吧 是这个伪君子啊 特朗普那是真小人啊 但是呢 本质上差别不大 本质上差别不大 啊 所以说民主党上他对我们肯定也是不利的 因此上就是关于美国大选这个事 反正要快了啊 大家就静候加音吧 静候加音啊 我觉得特朗普胜选的概率确实也是小 啊 确实也是小 除非他再被刺杀一次 而且要受伤 否则的话 感觉确实希望不大 啊 但是呢 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美国舆论这种主流媒体被民主党给控制了 刻意的造带节奏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啊 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媒体 啊 他有可能会刻意在这种节奏 啊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这咱也不好说 啊 但是呢 根据这种各种迹象看的话 确实特朗普胜选的概率相对小 啊 啊 大概就这么个认知啊 不知道跟大家想的一样不一样 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评论里面可以说一下好吧 就说这么多 哦 感谢观看